一头被列为极度冰龟物种的苏门达拉虎 在苏门达拉岛受困猎人所涉陷阱后死亡 法新社 分享 印尼官员今天说 一头被列为极度冰龟物种的苏门达拉虎 在苏门达拉岛受困猎人所涉陷阱后死亡 当地村民告诉保卫机构说 在廖内省 Riu 德木亚拉兰部村 Muara Limba 有人看到一头瓷苏门达拉虎受困猎人 为捕猎猎猪设置的陷阱 官员立刻赶往现场 但已不见老虎 官员隔天回到园区域搜寻 结果发现老虎死在附近山沟 肚子上围绕住陷阱里的绳索 他们认定绳索造成老虎死亡 当地保卫机构负责人苏哈尤诺 苏哈尤诺说 这势头渴望生养幼虎的成年死虎 它的死令人特别遗憾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将苏门达拉虎列为极微的宾威动物 自然界只剩不到400头苏门达拉虎 环保人士说 由于苏门达拉虎自然栖息地迅速缩减 使它们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几率升高 词尔诺 唤词尔诺